我們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要去看醫生 因為大部分我們會去藥房 說嘴巴破 我們要買一個什麼口內膠 對 我覺得OK 如果大家就是 因為嘴巴破的經驗 幾乎人人都有嘛 所以你不用說 一個小小嘴巴破去找醫生 就像我剛才講的 它破的大小超過一公分 然後它破的時間 超過兩個禮拜以上 一個月以上的 都不會好的那種 或者是說你合併了 我剛才講的 你破不是只有破嘴巴 你還破了眼睛 破到甚至青年膜 有一些腹瀉 腹痛或發燒的症狀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應該要來 給醫生看 像大部分的嘴破 應該不會有傳染性對不對 不會 對 那為什麼有時候 這邊破一個 然後這邊又破一個 對啊 來一個變成五六個 會擴散 並不代表它是傳染來的 就是表示說 你有可能是在同一個時期 因為你有那些原因的 其中一個 那每個地方其實都很脆弱 所以你很容易破一個破第二個 破第三個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羅醫師呢 要帶來一道飲品呢 讓大家可以預防嘴巴破掉喔 我們來看看 好 我們羅醫師要介紹這一道飲品呢 可以幫助我們預防嘴破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 主要就是有西洋森 西洋森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補氣很好的一個藥材 然後可以提高免疫力 但是我們的西洋森 它是比較涼的 因為大部分嘴破的人 它其實體質是比較燥熱的 如果說喝人森的話 反而容易上火 所以我們可以用西洋森三淺 然後搭配甘草 甘草的話 主要是調和我們的所有藥物 它本身在那個 補一個腸胃的 脾胃的氣的話 它也是有功效 然後再來是這個浴竹 浴竹的話 那它是一個養陰 我們講說養陰潤 我們的肺胃這個部分 所以剛剛講說 那個口窗很多 都是跟脾胃的陰不足 然後包括說嘴唇會裂這些 所以脾胃陰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浴竹 來做一個搭配 浴竹它其實平常 如果你在煮那個什麼燉湯 加一點排骨湯一起燉 它其實效果也很好 那對女生來講 它有一個美白 然後皮膚的一個滋潤的功效 所以如果媽媽有在煮湯的話 可以就是加一點在裡面 然後櫻塵草的話 它是一個菊科的植物 它菊科的植物 它就是跟菊花是很類似的 它都有一個解暑 清熱的一個功效 那用在我們家中藥來講 它是一個立膽薄肝 剛剛講說肝火旺這些 也會有情緒上面壓力比較大 容易怒的人 也會容易有嘴巴破的問題 那一層號的話 它就是清我們的乾熱 然後它有那個 降黃膽的一個功效 OK 然後麥門東的話 它主要的話 是補我們的脾胃的陰 脾胃的話 燥熱的話 很容易也會有嘴破 所以搭配麥門東的話 就是有五千 然後這樣一起的話 就是泡一個 煮成一個茶飲 它主要的話就是 養胰滋潤我們的一個黏膜 讓我們的黏膜得到保護 來預防我們的嘴巴破 OK 好 所以這五味呢 好 我們就一起來用小火煮嘛 對不對 對 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準備差不多 800CC的水 然後你用那個小火稍微滾一下 大概煮個15到20分鐘左右 就可以煮成我們今天這個茶飲 OK 好 我們就請取肉兵團 還有我們的貴賓 我們一起來喝喝看 所以這個茶飲的名字叫什麼 這主要的話就是一個 麥門東的一個養胃茶 養胃茶 好 我們球兵團 一人有一杯了 好 我們來喝喝看 來 我們黃醫師 來 黃醫師 它最後有一個 那個中藥味就比較濃 對 它有 但是它後面有一個回甘的味道 對 後面有回甘的味道 但是剛喝下去的話 會有一點苦 是因為那個銀層好 它是有一點點 因為清熱解熟藥 它都會帶一點點苦味 可是之後它會有 回甘甜甜的味道 好 我們的那個球兵團有沒有問題 關於嘴破的 還要請教我們現場兩位專家的 有沒有 我想問一下 來 好 Vivi 我想問一下剛剛說那個 就是那個跟當把油混 就是那個 對 它噴的時候 因為像我之前噴的習慣是 就是一噴消掉 我就會再噴 然後一直重複 一直噴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說 這樣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因為等於說我一直吃進去 可是一噴完 它如果吃掉就會痛 然後再噴就又好一點 好 這個部分請羅醫師來告訴我們 像我們這個噴的話 就是你可以先喝一杯水 就是你不要在吃東西之前噴 因為馬上就會被你吃掉 你反而是在吃完之後 你喝個水 然後把那個藥噴上去 噴上去之後 它就會附著在你的傷口上面 一段時間 等到它慢慢 因為有口水 它慢慢慢慢會融化 融化掉之後 會痛你再開始噴 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那個口窗的那個口內膏 這一些東西 它吃下去是沒關係的 吃下去沒關係 不過我們使用上 也跟剛才羅醫師講的一樣 清潔完嘴巴之後 然後通常是在嘴巴比較乾 而不是說很濕的時候 擦完之後就避免吃東西 避免一直講話 大概至少要半個小時的時間 好 避免一直講話啦 好 那茵茵還有個問題對不對 來 對 因為我常常 溫先生很常嘴破 她每次嘴巴她說 人家說要吃米蘿會拿好 對 應該很多人都這樣子吧 她就會趕快去買很多的啤酒 然後一直喝 說這樣子會拿好 嘴巴破會好 是真的 可是剛才不是說酒不行嗎 來 意思 這個啤酒酵母的確是含有一點 維他命B群在裡面 但是如果說 過多的社群酒精這件事情 又跟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是違背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適量就好 不要適量 對 好 找理由啦 好 我們最後就請兩位專家 來訂立我們一下 怎麼樣去預防嘴巴破掉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 大家的免疫力自我要提升 所以均衡的飲食 充足的睡眠 如果真的破的話 就是多 可以自己去買個藥膏來擦 多休息之後 如果真的都不會好 超過了兩個禮拜以上的話 那還是要找細細看一下 是 來 剛才來講我們反覆的嘴破 它都是一些體質上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不是因為說咬到 或是因為裝牙巢這些問題 經常都有口破的問題 那要記得說 你可能要去找說 是不是你的飲食上面出問題 或是睡眠不夠充足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剛剛有提到保健的部分 多漱口或多喝水 然後我們講扣齒 上下牙 就是咬一咬... 讓你的牙齒跟嘴巴都更健康 是 好 非常謝謝兩位專家 也謝謝關注冰產經濟參與 謝謝各位朋友 也記得收看 更多介紹好簡單的享受內容 可以上我們台式文化 全球的資訊網 網址是 直播單名.gdvc.com.tv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 謝謝 今天突然沒有電話交場 喝酒最常見的一個合併症 就是吐完了之後 食道會破掉 對 我的一個長輩 還不是食道撕裂而已 他整個破掉了 然後食物跑到... 拿水 拿水 這個是我們最常見的 拿水休克耶 您現在收看的是 TTV台灣 歪